第182集 一脚踢开胡婆子 抢先进了门 一叠连声的命人锁门 胡婆子连滚带爬的 进了脚门 颤抖着手从怀里 取了钥匙出来锁了门 成明海冲进正屋 梳开满是汗水的手 极小心的将被汗水 沾得半湿的纸团打开 纸团上极潦草的 写了一行字 久久重阳 明山远花亭 四 成明海睁大眼睛 呆睁了半上 突然醒悟过来 狂喜之下 浑身颤抖不停 四 今天行四的 只有汤家四小姐 他知道她 他约了她 成明海紧紧咬住嘴唇 不让自己狂笑出来 看了一遍纸条 又看了一遍 再看了一遍 顾二奶奶满脸担忧地站在成明海身旁 看着浑身颤抖不止的成明海 轻轻抚着她的肩膀 关切地问道 明海 你这是怎么了 啊 书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成明海猛然转身看着顾二奶奶 刚要张嘴 忙又紧紧闭上嘴 将话咽了回去 这事可万万说不得 万万说不得 没事 什么都没有 成明海断然否认着 将手里的纸条 小心翼翼地折好 放到荷包里 又将荷包塞到了怀里 贴肉放好 轻轻按了两下 也不理顾二奶奶 转身 静止离了 大慈云四回去了 入了九月 李李小暖入月的日子 一天天尽了 乘客每天很晚到户部 处理了公务 早早地就赶回府里 陪着李小暖 这天身正不到 李小暖换了衣服 准备到后面园子里 转一圈 刚出了正屋 就看到乘客 转进了垂花门 乘客远远看到李小暖 站在正屋门口 忙跳起来 越过超手游郎的栏杆 直接穿过天井 几步到了李小暖面前 往后退了半步 笑着说道 诶 要去后园子散步了 你等我平客啊 我去洗一洗 换件衣服 陪你散步去 一会儿就好 等着我 说着 也不等小丫头掀帘子 自己掀起帘子 往镜房冲去 小丫头忙乱着 取了热水 长衫 侍候着她洗面换衣 李小暖也不理她 带着禅艺 慢悠悠地往外走着 转头吩咐着预扣 等爷出来 让她过来找我就是 玉寇笑着答应着 锤手势力在正屋门口 等着乘客出来 李小暖刚晃到青莲院大门 乘客就追了上来 挥手秉退了禅艺 小心地牵了李小暖的手 禅艺示意着重丫头婆子 稍稍落后十来步 不远不近地跟在后头 乘客 牵着李小暖的手 喝着她的步子 两人也不说话 只悠悠然地散着步 走了一会儿 转进了古树林立的后园 李小暖脚步放得更满 转头打量着 每天都有变化的花草树木 乘客只低头看着李小暖 突然叹了口气 伸手抚了抚李小暖 隆起的腹部 担忧地低声说道 哎呀 这一阵子 好像长得太快了 哎 你累不累呀 嗯 李小暖笑着嗡了一声 乘客拧起眉头 哎 咱们就生这一个 往后不要了 一个就够了 啊 李小暖是笑起来 那要是个女儿呢 也只剩一个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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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儿子 昨天呀 老子宗还说你这样子 必定是个儿子 那可说不定 我倒想生个女儿 像叶儿那么懂事的女儿 多少好处 都说女儿 是娘的贴身小棉袄呢 李小暖语笑严严地说道 乘客伸手揽住她的肩膀 还是儿子好 就生个儿子啊 生完了这个呀 咱们再也不生了 这些日子呢 我一做梦 就梦到你生孩子 下醒了好几次 生好一个儿子 往后呀 就不生了 李小暖仰头 看着乘客正要说话 乘客忙又抢着说道 哎 什么棉袄不棉袄的 我给你当名偶 李小暖一下子笑出了声 摇了摇头 也不再理会乘客 转头欣赏起路两边的 四井繁花来 乘客也不再说话 揽住李小暖的肩膀 在树影花丛中 缓步往前走着 又往前走了小半刻中 李小暖顿住脚步 转头看着乘客 笑着说道 好了 咱们转回去吧 就走这一会儿吗 乘客惊讶地问道 李小暖嘟着嘴 稍稍提起裙子 抬起脚给乘客 看着说道 哦 你看看我这脚 都肿成这样了 还能走多远呢 乘客一只手 小心地扶着李小暖 低头看着李小暖 肿起来的脚面 心疼地叫道 哎呀 我就说呀 这孩子呀 还是晚两年才好 哎呀 晚两年也要肿的 李小暖慢吞吞地说道 晚多少年呐 这些苦都是一样要吃的 要不老花说 养儿方知报母恩呐 就是这个脸儿 哎 我抱你回去吧 乘客想了想 热情地建议道 李小暖挑着眉梢 拍开乘客的手 我是出来散步的 你抱我回去 还散什么步啊 哎 乘客无奈地叹着气 扶着李小暖 一边往回走 一边伤感到 我一点也帮不上你 李小暖歪头看着他 突然顿住脚步 拉住乘客的手 仰头看着他 你天天这么陪着我 不嫌我现在这么难看 夜里那样照顾我 不就是帮我了 说着松开乘客的手 抬手按在他胸前 低声说道 你这里 对我好 就是帮我了 乘客满眼爱恋地 看着李小暖低头 在他额头上 温柔地吻了一下 感慨地低语道 唉 你现在这样子呀 还是比哪个都好看 你怎么都好看 什么时候都好看 李小暖失声笑着 头底在乘客胸前 乘客满脸笑容地 轻轻揽住李小暖 在落日余晖的温暖中 静默地站了半上 才慢慢地往回走去 又是一年重阳节 再热闹 再重要的节日 跟这会儿的青年院 和李小暖都远离开去 乘客和汝南王朝贺出来 乘客身边心悬的小丝 安心迎上来 低声禀报道 爷 千月有急事 要跟爷禀报 在那边车上耗着呢 乘客皱了皱眉头 汝南王背着手 只管往前走到车前吩咐道 你忙你的去 我先回去了 乘客忙上前两步 扶着父亲上了车 看着车子 往汝南王府方向驶去 才跟着安心上了旁边 电缆 粗步围着围着的大车 千月端正地坐在车里 见乘客上来 拱着上身见了礼 直截了当地禀报道 明海三少爷 偷偷摸摸地 跟着汤丞相家四小姐 和汤家二奶奶的车架 往明山去了 我让人打听了 说原本是 秦家十二小姐 和汤四小姐 约着去明山远花亭 登高望远 可是昨天晚上呢 秦家十二小姐受了寒 病倒了 乘客拧紧了眉头 明海 他跟着汤家小姐做什么呀 他敢做什么呢 千月抿着嘴没有答话 乘客飞快摇着折扇 思量片刻 猛地收了折扇 点着千月 低声吩咐道 盯紧了就是 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别惊动了 也别多管 千月垂头答应着 乘客跳下车 回去王府了 千月 将帘子掀起一条缝 看着乘客的车子走远了 才吩咐 往明山过去 成明海 带着三四个心腹小丝 赶着一辆 装饰讲究的轻油车 一路紧随着汤府车队 往明山行着 重阳登高 是京城大事 往城外去的车子 一辆挨着一辆 去明山的车辆更多 都是一辆接一辆 紧不得 慢不得地行着 成明海的车子 虽说跟得紧 可也并不打眼 汤府的随从下人 谁也没有留意 有车跟着他们 明山山路极宽 汤府的车子 沿山路而上 往远花亭方向行去 远花亭 坐落在一座 急缓的小山峰上 只有一条路通往亭中 极易清理戒备 每年重阳 都是清城达官贵族之家女眷 登高首选之处 汤府长随 家丁守了各处 拉起围蔓 汤四小姐和汤家二奶奶下了车 沿着平缓的山路 说笑着 看着远近的秋色 往远花亭走去 成明海也远远地下了车 带着小丝 引在不远处的山石后 急切地眺望着 违迈延起的地方 左右打量着 等着过来引他的婆子 或是小丫头 或是其他什么人 隔了不远的树林里 千月端坐在树荫下 一边慢慢饮着茶 一边紧盯着 猴急不安的成明海 两个小丝 在旁边扇着红泥小炉 悠闲地 适候着茶水 成明海伸长脖子 等了小半个时辰 也没见有人过来找自己 不禁有些焦躁不安起来 私来想去 越想越多 只怕是自己躲得太严实 汤四小姐看不到自己 或是 汤四小姐 是等着自己想法子过去 人家姑娘家 总要矜持些嘛 成明海心如油肩 无论如何 也等不下去了 团团转了半天 打定主意 直起身子 拉了拉长衫 理了一遍玉佩荷包 又理了一遍 吻了吻心神 背着手 风度翩翩地摇着折扇 往汤府围漫方向夺去 几个家丁忙上前 拦住成明海 抬着下巴 傲然地呵斥道 退后退后 这里头 是汤丞相家的女君 赶紧退后 成明海 趴地收了折扇 从袖子里 捏出一张 折承方圣的纸片来 带着一丝傲然吩咐道 哼 把这个给你们家四小姐 你们四小姐自然重重赏你 几个家丁疑惑地相互看了看 又转头打量着成明海 成明海拧着眉头 不耐烦起来 一个家丁捅了捅旁边的家丁 低声说道 就给他拿进去看看 成明海 输了一口气 将方圣 递到家丁手里 重新抖开折扇 意态悠然地 摇了起来 家丁接过方圣 拧了一会儿眉头 剁了剁脚 转身奔了出去 刚转过一处山时 就被一块 不知道从哪里 冒出来的石头绊倒了 重重地扑倒在地 只跌得头昏目眩 手里的方圣 也直直地摔了出去 家丁在地上 趴了半晌 才勉强扶着 旁边的山石爬起来 摇着还在眩晕的脑袋 四下寻找着方圣 重新捡起来 强忍着疼痛 又转过一处山石 将方圣 交给了 跟着出门的婆子 婆子将方圣 一路递了进去 汤四小姐疑惑地 打开方圣 只看了几个字 就脑的眼睛都红了 汤二奶奶急忙凑过来 一把夺过拆开的方圣 一目十行地看完 也跟着大怒起来 人真是失心疯了 这王八东西 来人 给我打出去 打他个半死 丫头婆子 一叠连声地 传了话下去 围漫处的家丁 知道递错了东西 比主子的脑怒更深 干脆拎着水火棍 没头没脸地 往成明海 和几个小丝 痛打了过去 成明海连挨了几棍 才缓过神来 情急之下 大叫起来 哎哎哎哎哎 住住住手 我跟四小姐有约 有约 汤四小姐远远听见 只气得浑身抖得站不住 汤二奶奶跳着脚吩咐着 打 打断他的腿 先撕烂他的嘴 几个家丁冲上来 堵了成明海的嘴 用力地往成明海脸上 甩着巴掌 千月挑着梅梢 惊讶过后 竟笑得前仰后合 点着成明海吩咐道 别让人把他给打死了 正在煮茶的小丝 忙打了一个手势 吩咐了下去 汤家伟漫前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四五个仿佛挑衫的 脚腹模样的人 冲上去劝着架 胡乱指责着 用力脱了鼻青脸肿的成明海出来 成明海脱了身 连几个心腹小丝也不管了 只管往山下狂逃而去 几个小丝也被挑夫们脱了出来 跟在成明海身后 一路狂奔着 往山下逃去 几个挑夫看着一竹脊脱的背影 狠狠地脆了几口 也不理会汤府家丁 相互招呼着 挑着担子 自顾走了 汤四小姐和汤二奶奶 也没了赏景的心情 匆匆下山上了车 往城里赶了回去 成明海惊魂不定地 一路狂逃着 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 回头看着 身后只有几个小丝跟着 汤府的下人并没有追上来 才舒了一口气 扶着一棵树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歇了一会儿 也不敢多歇 拖着脚步 赶紧往山下走去 脚软腿酸地赶到山下 正要上车 远远看见周世新骑在马上 带着几个半当 在几十个长随小丝的簇拥下 正往这边过来 成明海缩了缩肩膀 就要赶紧往车上转 这样子不好见人 过于狼狈了 周世新骑在马上 却已经远远看到了成明海 扬着马鞭 高声叫着他 带着众人 往成明海这边奔了过来 成明海只好再从车上下来 尴尬不已地长衣见着礼 紧跟着周世新的林三公子 用马鞭指着成明海调笑道 哎哟 这是怎么了 怕哪家姑娘的规法 被人家给打了 啊 周围的人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成明海衣服前经上淋满了鼻血 轻着眼圈满脸的羞愤恼怒 也不答话 拱了拱手 转身又要上车 周世新翻身下了马 走到成明海面前 微微仰头 仔细打亮着他 皱着眉头问道 哎 你别忙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满京城的 谁敢这么欺负咱们呀 成明海愤懑异强地哼了一声 拱了拱手 不提了 送我认了 算了 周世新一把拉回了他 哎 你认了 我还不想认呢 你别走 到底是谁啊 敢这么欺负我兄弟 若就这么算了 网惑咱们兄弟在这京城还混不混了 成明海闷哼了一声 转头看着周世新 犹豫了片刻 咬了咬牙 伸手从怀里摸了一只荷包出来 打开来 取了一张纸条 递给周世新 周世新扫了一眼 好奇起来 呦 这是约你的 哎 哪家狗狗狗的红警啊 成明海拉着周世新往旁边过去些 照着自己的想头 将大慈云寺的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他既是约了我 总是天塌下来 我也不能施了约这不是吗 这又是关着他规中轻欲的事 我自然不好张扬 今天一大早我就悄悄跟过来 也不敢贸然上去 怕坏了他轻欲 就写了封信 不过呀 宽宽他的心 若他肯啊 我就让家母上门求亲去 让汤府家丁递过去 这谁知道 啊 是他让家丁打的你啊 周世新从成明海手里接过纸条 又看了一遍 看着成明海问道 成明海满脸恼怒地点点头 周世新高高挑着眉头 疑惑地问道 哎 你说 这会不会是 他约错了人 这纸条原本不是给你呢 不会 这家母前几天见过他 那天寺里啊 就我一个男人 那婆子也看见我了 唐四小姐啊 也必定看到我了 岂有再给错人的道理呢 周世新将纸条递给成明海 伸手拍了拍他 哎呀 人家姑娘打了你 这找呀 是找不回来了 不过这话呢 总要问问清楚啊 咱们有他手说 也就不怕他赖上 走 当面问他去 成明海迟处片刻 点头答应着 也好 这事呀 总是要问问清楚才好 周世新一边吩咐小丝 捧出匹马来 给了成明海 一边指着一个长隋 吩咐道 去看看 他们家小姐 还在不在远花亭 长隋答应着 纵马上了山 往远花亭方向奔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